而至于国民党主席补选周六投票 而为了防疫 投票所每个小时都会消毒 还会登记每个人的投票时间 而这次选举人数是34万人 以往投票率来算的话 大约拿到8万票就可以当选党主席 一箱箱选票摆在桌上准备分配 但国民党主席补选前夕 考纪会比选情更受关注 本来传出会中有可能 强势通过立委复宽旗恢复党籍 一小时半的会议 有讨论没结论 把烫守山芋丢给新主席 下礼拜呢 那也会有新的中常会召开 新的中常委诞生 也会有新的考纪会的主委 接受任命 所以呢我想考纪会的委员 大家都是独立行使职权 我们的任期呢 是到明年的2月13号为止 在选举前 我们希望是以重振党的风际为主 那党的形象可以维持 重振风际 说的是这回党内选举 爆出请客送礼和黑寒风波 江启臣特别为此 在个人宣传片强调 要摆脱匠纲文化 作为一个历史这么悠久的政党 如果连选务工作都办得 淋淋落朗的时候 那要怎么跟你们来谈改革 那所以投票率这件事情 目前我是比较不乐观 以往年经验来说 投票率最高的是 军系的黄复兴党部 国民党内有人戏称 得黄复兴者当主席 家世背景的关系 以及过去我大部分时间 都跟这些人有接触 有互动的关系 我承认我是在黄复兴这块 对我的支持度相对的 比一般党员高一点 张启臣和郝龙斌 其实都不是新面孔 就看如何带来新气象 东森新闻 李士奇 中间好 李立真 在台北报导